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东嫂 杨茜茜 这个时候 こうざんぷある まだ 誰がほうたくたらある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他のところ 今探札している 確定デザイ どういう風に確定するのか 横浜の探札設備を使って 不然能够取得到三分钟 就能够取得到 所以吧 用钻头 在底下 拿出烟箱 和煤炭 做样板 是这样吗 对 看着肉眼 也很喜欢 看着肉眼 看着肉眼 董先生 你 是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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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人 力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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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你 存在 没有 你 有 你 还 有 你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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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 akt 今天 那 请稍微点儿 我必须要继续跟孔君 好 一月 让你开门 如果一月 你再找不着 你和 你的交易 但在那場上 你明白一切嗎 我明白 我明白 好 古東 我們一起去 是 好 好 你怎么办 我去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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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共产党们 在这里 请警告 我明白了 我去洗手 喂 五道 是 我去 现在内部的在这里 哈啼船通知 接着通知 这是公导的 尽管局 我跟你说啊 从今天开始 你什么事都别干了 给我盯住海棠 搞清他是干什么的 我盯他干啥呀 让你盯就盯哪儿那么多废话 那你为啥不去盯啊 我是谁呀 爷们儿 你有没有见过哪个爷们儿 整天往娘们堆里扎的 大虎 你不会是 想把它卖给日本人吧 这村里可都传开了 你现在给日本人当内线 对吧 我啊 知道我现在为什么不跟你了吗 因为我怕有一天 你把我呀 也卖给日本人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 我卖谁能卖你吗 不是再说了我卖过谁呀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人家日本据点啊 已经布置下来了 近期有一个共产党的高级代表 要从封灵度过封所限 让各村都得提高警惕 那这跟海棠有啥关系啊 咋没关系呢 我怀疑海棠是八路 不可能 不是 他要真是八路的话 那咱们村就完了 那就会给咱们村带来灭村之灾 不会不会 他一副别别扬扬扬的样子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越不可能就越是 是 我有多少次 晚上的时候 从铁塘堂门口过 我就发现了 刘大强每次都是趁着海棠睡着了以后 从他屋里出来 再回铁塘堂睡觉 为啥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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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我们失敘 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大哥 好一阵子没见了 又来卖烧饼了 卖烧饼 是不是到月末了吗 正好到各个村 把烧饼钱算一下 我们家大强也盖着您烧饼钱了吧 是啊 那进来算算 好 算算 梁书记 大川 出去说说 好 怎么 有任务 有任务 我们大内的一名高级代表 要从这里路过 到达延安 上去决定 由你们屈小队来负责建营 就一位 就一位 这个简单 目标不大 容易完成 这个任务你可不能小看 因为我们这位高级代表 刚出涉嫌的时候 日本人就蠢蠢欲动了 一路追杀 一直都没有停下来 这就说明 在后方已经有了敌人的特务 那上级为什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人物 交给你们呢 也是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 因为你们屈小队 对这个地方的地形是比较熟悉的 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我明白了 梁书记 那现在这个人在哪儿啊 我已经接过来了 现在就安排在县城的一个客栈里 这不对啊 这里说为了躲开丁哨 应该绕开城里这种 敌人扎堆的地方 怎么还往城里扎呢 这不是等着被发现吗 是啊 我也纳闷 但是这是上级的决定 我们只能执行 您放心吧 梁书记 这次接印和护送 我亲自取 保证完成任务 不行 肯定是不行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现在是出于最危险的时候 应该随时准备撤离 大川 看书呢 许花嫂子 看啥书呢 故事书 没事就瞎翻翻 这卖烧饼老梁还没走呢 没呢 这不正跟海棠嫂子算账的吗 算账 这俩人在屋里大半天啊 算啥账 您想买烧饼是吧 我去叫他 别别别 我也不爱吃烧饼 我先走了啊 梁书记 恐怕你得先离开 为什么呀 刚才叶绝花在门口转来转去的 我怀疑她是趁着您来的 接着盯他 好 可能是王大虎派来的 他也可能是盯着你们 不行 我得马上走了 因为代表还在客栈呢 要是他出现了什么意外 我们谁都担不去这个责任 梁书记 要不让李玉凤跟着您一块去吧 怎么样 李玉凤 他行吗 他刚加入我们驱小队 虽然经验上没有刘大强丰富 但是他心比刘大强细 而且枪法也很好 如果实在不保险的话 还是让刘大强去 他们都是本地人 一男一女 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看来只能怎么办了 这样 我先走 刘大强和玉凤 你来安排 我在城里客栈等他们 一旦发现客栈有什么问题 告诉他们 马上离开 到实力部去碰头 好 我走了 刘大强 你没事吧 你们没事我就没事 我说为你们担心吗 我来 我们死不了 那是大命大人的 那今天那人呢 到哪儿 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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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长 我给你介绍一下 刘晓强 李宇峰 首长 首长 同志们久等了 我却问一条纪律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不允许给我叫首长 我姓高 给我叫高先生 如果有人问我是来干什么 你们就说 我是给你们看风水的 懂了吗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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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出发吧 好 出发 首 高先生 跟我紧 干啥呢 这真是高级代表啊 怎么了 不是 这高级到底啥样啊 不是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大首长 你别辛苦开河的下门 听见了没有 我不是 我是认真的 不是 这高级代表能比 端上大 大呀 啥 旅长 这国没上呢 应该差不多吧 那么大块啊 哪能那么比呢 党代表 党代表 代表的是我们 禁察纪地区的党员 身份特殊 明白了吗 哎 什么大领导 去去去去 咱咋胡送啊 光荣吧 不是光荣 光荣 我不敢相信啊 大小给你乐那样 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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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包给你拿 不用 给我啊 我给你拿着 你拿 我给你拿 走走走 走走走 这边下 对 icated 抓来 岳上 大森 从小长 去 上机 株大损 会 gallery 需要 werk 下 一定会得到外面 请我解决 大佐的救典 对不起 是 共产党的高速官部 已经发现了 我特务的 巨阳宣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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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阳宣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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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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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声音 梁书记把敌人 紧到背水溢一方向了 你们赶紧去支援梁书记 那你咋办啊 我担心他一个人有危险 那不行啊 梁书记把你交给我 让我保护你的 我就在这儿休息 那儿也不去 这样吧 书记者 你在这儿竟然说 你在这儿说过劲儿 然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赶在鬼子前头过封锁线的 今天不过封锁线 为什么 小鬼子布下天罗地网 咱们出去就等着抓 那不行 所长 这事你得听我的 我们是当地人 路又熟 如果鬼子布好了房 咱们根本就过不去的 我听上级的安排和部署 怎么能听你的呢 所长 这是命令 是 你们俩先别说了 那边好像有动静 你们在这儿站着 我去看看 你小心点啊 第三条 被罢了 我拖孚 是不是 我拖着 老烦 廻 来 走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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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要 我去帮一下 你歇会儿吧 人家是高级代表 什么高级代表 就这样是高级代表吗 不是 那兴许人家真的没走过山路呢 梁书记不是说了吗 人家是大领导 不能脱绿 你觉不觉得 他很奇怪 奇怪 我告诉你 我在大部队的时候 我见过大领导 那也是个旅长 把神圣的劲 隔着十里八里 都能感觉到 再看这人 小地主老财 处理由山闻手似的 你还少说两句 回头让人家听见了 听着咋的 我怕咋 走 咱们过封锁线 秦泽 不是 高先生 您刚刚才说过几天 才过封锁线的 这 这会儿就变卦了 是啊 这时候过封锁线 那不送死吗 就算是死 也得过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你们不服从命令吗 没有 我没有那个意思 不是 那个 你这样 高先生 你这你再坐 我看你也挺累的 你坐歇会儿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一会儿咱们再走 不是 主要是我俩累了 想歇一会儿 行 就歇一会儿啊 对对对 你别说话啊 好 靠代表 咱就闲聊天啊 您是哪个军区哪个部队的呀 调查我 不是 关键像您这么大的领导 肯定是在大部队里待着是吧 我待过 哪部队啊 你是哪个部队啊 你是哪个部队啊 我 我 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 保密部队 你保密部队 我的部队更保密 说吧 你是哪个部队 我是在 我是在那个军区总部 那军区总部你肯定见过很多大首长啊 嗯 你说说 你说说 你见过哪位大首长 我 我 我见过彭德怀将军 哦 哦 你见过彭德怀将 那你这样你说说 这个彭德怀将军是胖啊还是瘦 嗯 嗯 高还是低 这个这个 他平常留不留胡子 嗯 操着一口什么样的口音 我 说说说说 我忘了 你忘了 哎呀 你根本就没见过 你撒谎呢 我是是没见过 像你见过似的 我是党的高级代表 我不但见过彭德怀将军 我还见过毛主席呢 谁 毛主席 真的 刘大强 就你这个对领导的态度 就应该处罚 你等梁叔叔回来我就跟他说 处罚 哦 还愣着愣着愣着 走吧 是 你个包给我拿着 是 都会你 快一来快一去的 把人家里给脑得罪了 谁知道她藏那么深呀 我一直以为她是个二傻子呢 你还说 怎么办呀 能怎么办 听她的吧 那不是 那不是 这能啥事啊 不是啊 我跟你说 一段鬼子啊 千万别你拼 咱们这三个人 也拼不过他们 你主要负责 别让这儿乱跑 剩一事交给我 好 就咱们拼了命 要保证手上的安全 对吧 好 走 手上 这小鬼子怎么没动静 怎么没动静呢 不是 没动静不好吗 那上面他们没追上来啊 他追上来我倒不怕 我就怕他们不追上来 不是 手上 你啥意思啊 我不是 我 我蒙了 你到底啥意思啊 这个我先不给你解释 我就问你 咱们现在能不能过 过不了 所以我跟您请示一下 咱晚上过行不行啊 你怕了吧 我怕啥呀 你怕死啊 我怕啥死啊 我不怕死 我这病又不值钱 我怕啥死 关键是我怕你死了 你命值钱 刘大强 你什么意思 你再侮辱我 你知道吗 不是 手上 我哪句话是侮辱您的 是什么叫你的命值钱 我的命怎么了这是 哎呀 梁书记说了 不管我用什么办法 都要保证你的安全 你不能死啊 你死了我咋整啊 那梁书记能弄死我 你知道就好 我跟你讲 你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听我的命令 懂吗 我 我没说不听啊 这不听 那不是想办法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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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走啊 就回他 你回他 他不看着 看见我了 他不看着 他不看着 哪儿 往那儿撑那边撑 得绕个腾 我那不那边跑 绕什么 咱们哪儿 怎么走 这样 那么走了 不暴露了吗 别打枪 你打枪 你怕死 我怕死 小点声 好 别叫 再叫 鬼子听见了 你怎么样 没事 去看他吧 真的假的 你别吓我了 真没事 我胸口就砸了一下 一会儿好了 大姐姐 你还行吗 谁啊你胸的 你还行吗 柯代表 您怎么样 我这条腿可能是断了 这样吧 我扶您 您走一下试试 它一定是断了 我扶您 您试试 它肯定是断了呀 咋的 来 我断了 我扶你起来 来来 别烫 别烫 我看看 我看看 哪儿断了 哪儿断了 你怎么能走吗 说了啥呀在那儿 你说说啥呀 刘大强 你对自己同事这么狠 我怎么狠了 余芳 收拾东西回村 回村 不回村去哪儿啊 在这儿等着啊 外面全是鬼子 一会儿鬼子的群犬 闻的味儿了 咱们想跑了跑不了 你这意思是 这鬼子在找我们 你聋吗你啊 听不到外边鬼子 马蹄声 还狗叫声啊 那太好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怎么觉得 你知道鬼子追你 你挺高兴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汉奸 我没说 你自个儿说的 我告诉你们 要回村 你们回去 我哪儿都不去 行 你随便 到我饭 你开箱 你开箱 我告诉你啊 姓高的 我跟玉芬 就在洞口等你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 你不走 你在这儿待着 刘大强啊 刘大强啊 你就不怕梁叔 就处复你 我连死了不怕 我怕他 但是我不能跟你 在这儿平白无辜的死了 给我放 刘大强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终于回来了 大强呢 都回来了 接着代表了吗 接着了 人呢 别提了 鬼子封锁得太厉害了 我们根本就过不去 大强临时决定 把人带回村 胡闹 藏村 你不是更危险吗 藏山上根本就藏不住 不管了 总得先躲过今晚吧 那他现在人呢 没敢回铁箱铺 先闭藏在大栓子家了 下去吗 什么意思 我师傅交代我 让我把你藏在下面 这能行吗 能行 我们天天这么藏 你就放心吧 你只要你在里面不出声 你烂在里边都没人知道 当然啊 我们要忘了就没办法了 我去趟茅房 我去趟茅房 茅房就在外边呢 站住 你干什么去 我去溜溜 我们师傅说了 你现在必须老老实实在地窖里待着 哪儿都不能去 我行动是有自由的 你不能剥夺 可是你现在归我们保护 那就得听我们的 你干什么 东智 你怎么给高代表吵起来了 他想逃跑 谁要逃 你去给我们师傅说去 东智把他带着 跑几回来 跑几回了 三回 还挺空跑啊 冷宠不得 冷不迟的 吃饱了 我们仨全闭眼睛 你会跑啊 还有你也是 听听 你跑就跑 你跟我们打个招呼 你要一点都不讲用 我那是有重要任务要去完成 你有啥任务啊 你有啥任务啊 你最重要的任务 就把我们送到敌人面前 让我们去送死 你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啊 我就是负责任了 我为你生命负责任 我为我们曲小队负责任 我为我们梁书役负责任 我没这么多责任 要我脾气 我早给你扔杀人被狼去了 要不说你是曲小队呢 瞅你说话这个水平 你这也没承认也没用呢 咱都彼此彼此 是啊 我是没见过彭桃怀将军 但是我也相信 你呢 也没见过毛主席 说吧 你到底是干啥的 你说你是高代表 你拿啥来证明啊 就说 最简单一个握岛的姿势 你看看你啊 刨着个腰 毛着个屁股 你要干啥 这说一千刀一万 你是怀疑我呀 没错 我就怀疑你了 这两天没过去封锁项目 开始怀疑你 你就没当过兵 我就不是带兵的干部 你怀疑我 我还怀疑你呢 你指谁呢你啊 你带给我指一个 跟谁说话呢 我跟你说话咋的 你告诉我 你给我带着这个小三孙 什么目的 我没目的 我叫你吃饱饱的 你好跑 我们仨吹 你啥时候不跑了 我给你送到日本人的去 我领赏 咋的吧 就这目的 说实话了吧 实话 还要领赏 我跟你讲 我有重要任务 没有时间给你嫌扯 干嘛去啊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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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消停过着吧 没我的命令 你哪儿都跑不了 想跑是吧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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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智 不滑着 省着跑 队长 真不好啊 他可是代表 咋的 啥代表啊 他带镯子呢 他带啥头是假的 你说 你到底干啥的 你上级是谁 你跟谁联系 刘大强 你注意你的身份 我上线是谁 我到底是干啥的 那我得跟梁叔叔叔说 你这个级别不够 我级别不够 县关不如县管 有种你处分我呀 你打我呀 绑了 你是要犯错误的 我错误犯多了 我还差这一次两次的 绑了 绑 双头 绑了之后就扔你家低窖啊 就死好几个人那个 好嘞 我就不相信不说 弄不了你了呢 我还 给他绑 林导啊 对不住了啊 我跟你说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谁让你不听话呢 那掌握也没用的 见了鬼子不跑还喊 我我我见梁叔叔 见什么见 不可能 扔低窖里去 走 我不见 他在什么地方 绑了 扔大树丹家低窖了 绑了 谁让你绑的 废话 我不绑他 他要跑了 咱们全完了 那也不能这么对待 上级领导啊 高级代表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是比咱曲阳县委书记 还大的官 他比军长还大呢 这倒是 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人啊 急死我了 走 快跟我去看看 不在身上呢 一听有领导 人家根本就不关心 同志死活了是吗 给我受伤呢 就蹭破了点皮 我看啊 你这是拿糖 走 快跟我走 你蹭一行 我看看 走 海棠姐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小屁孩 蒙我了 谁是小孩 大川 你这儿守着 有什么事啊 去大树子家 去报告 来 首长 来 首长 你这是他们领导啊 是 我问你 他有什么权利把我关起来 还给我绑上 对不起 首长 对不起 对不起 这呀是个误会 是 是个误会 刘大强 你快过来 给首长道歉 我言耻多了 我给他道歉 他说他是高代表 你拿他来证明啊 我还说你是日本汉奸的 我要什么证明 我就是证明 是 首长 您坐 您坐 你不相信他 总得相信梁书记吧 梁书记让我们接应的人 怎么会错呢 你不知道怎么会 告诉你 这儿在部队 撞毙了 首长 我呢 是这个 丰云都五曲小队的队长 我的手下把您给绑了 这事啊 是我管教不严 我向您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首长 我跟你讲 我是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是 以后 不能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啥梦啊这是 好的 好的 看啥 灰 是 首长 您看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配合啊 这样 明天啊 你们 送我去过封锁线 好的 啥 今天唱上没死呢 明天你还要过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不用吃我 要过你自个儿过啊 我是不给你过去 我要多活两天 刘大强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告诉你啊 明天 你送首长过封锁线 听到了没 我不去 要请你去 请你去